哈喽大家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从标题就可以看到 是跟YDo公主APP合作的一个开箱视频 让我在YDo公主APP上面挑选了很多很多东西 都在这里 这样子真的超级大 我感觉我选的太多了 没错 这是一把刮眉刀 这感觉已经被我用来专门开快递了 还蛮好用的这个 前面有很多防震带 前面给着YDo公主 超开心的我 因为现在已经有点饿了 迫不及待 给大家看一下 满满的一箱 这还有一个山下十九的卡片 还有一个是介绍豌豆公主的一个卡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豌豆公主APP上面买过东西 它呢就是一个日本直友的APP 然后分为国内仓和日本仓直友的 那我这次买的呢基本上都是国内仓 我记得当时下单第二天就翻火了 那像它上面日本直友的商品呢 就七天左右就可以到火了 我觉得还是蛮快的 那像温度公主APP上面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类点的东西 像服饰啊食品 然后家具用品 还有一些奢侈品 甚至连中古上面都可以买到 就是一个一站式的购物平台 而且它上面是入住了很多日本的本土品牌 还有一些大型的停销商 在会员方面呢还是非常的保障 我就挑起了很多零食啊饮料啊 然后还有一些美妆用品和一点点的日用品 就赶紧来拆开来试吃试用 那我就先把这个箱子放到旁边 然后一个一个拿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我挑了很多就是干的一些零食啊什么的 我打算先拿一个喝的东西出来 这个我想喝这个 是一个日冬红茶 它应该是个奶茶一样的 里面是这样子一条一条的这种 然后有十条 我先去抽一个 好现在泡好了 刚还加了很多冰块在里面 它已经化掉了 有一点甜 但我感觉我水加了有点太多了 再浓一点会更好喝一点 我这个人包袱很重的 然后又补了一下口红 你看一下每个东西 我就是这个 威化饼干 这个我看好多人买呀 我又很喜欢吃这种威化饼 还有一个这个 塑料的一个盒子 好吃哦 我喜欢这个 还有巧克力夹心的 吃这个东西就停不下来 还好我买了两包 好先放到旁边 不能再舍太多了 我现在想吃一点咸的东西 黄油咸味红薯片 好香啊 黄油的香味然后有一点咸咸的 它是红薯片 有一点厚度的那种 表面上有一点那种应该是海叶吧 口感很好 口感很好 一般吃薯片也比较喜欢吃那种厚的那种 它就是咸甜咸甜的那种 特别香 而且是那种你嚼到后面的香味 会越来越出来的感觉 黄油做的东西怎么可能会不好吃啊 这个还蛮有饱腹感的 我来吃最后一片 看每个好像是果冻欸 刮梅刀呢 刮梅刀 这桃子的香味 它叫果冻你就觉得很绵 真的很绵 尝一口这个白桃 这个桃子好吃 很甜 还不错 在小时候吃那喜之郎的果冻 我也最喜欢吃里面的黄桃 我不爱吃里面的桃子 把里面的桃子味吃掉了 还有一点桃子的东西 这个白桃的碳酸饮料 它是玻璃瓶的欸 拿一个这种系囊冶装去 这瓶子好可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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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险很危险 好啦 这有一点点桃子的味道 但是它甜味不是很重 还蛮节腻的 麦脆皮牛奶巧克力味 你看看它评价也很高 就是我刷豌豆公主的时候 真的停不下了 基本上每款商品下面都会显示 别人的评价嘛 就感觉每样东西都很好吃 你真的就是很容易被种草的那种 我平时看吃播也是 别人在吃什么我也很想吃 但是里面是一个这样子整个的 这样米藏心页面就有很多那种 各种排行榜 这的话它就是在那个饼干排行榜里面 我看到的 全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在那种 排行榜上面排在这双号 这种就非常人性化 还是我这种选择困难的人 哇 它里面是这样的 天哪这感觉好好吃啊 哇 嗯 很香的巧克力味 好脆呀 我就喜欢这种脆的东西 好好吃啊 你们不知道大家喜欢吃脆香米哦 我超级喜欢吃脆香米那个凉莉 它这里面就有种感觉 有很多种麦片 很脆 好好吃 我觉得它比那个威华更好吃一点 就是里面那种可可酱的巧克力 没想包裹的麦片 就有点容易掉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 很脆很脆 我爱 我必须回购这个 再吃一个 抹茶的夹心米干 它也会蛮甜的 它也会蛮甜的 一股抹茶的清香 嗯 嗯 我刚吃到外面 它天真的以为它不是甜的 但它中间那一块稍微比较甜一点 它饼干比较松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直接甜食一下都被治愈了 我觉得喜欢吃抹茶 我有东西的朋友们 应该会挺喜欢这个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巧克力味的东西 就是一个棚化食品 我一拆开它那个汁的味道超级浓 嗯 好吃 它是这种小小的 然后里面是有那种夹心的 它的味道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长鼻汪 就是有股咸香味 其实我个人是更喜欢偏咸口的 就甜食的话呢 是我一般 嗯 可能半夜 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很想吃 然后下面这个是最后一定要吃的了 这样子两颗 它品名是北海道半熟芝士蛋糕 它是半熟芝士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个很浓郁奶香味 感觉有点柠檬味在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好厉害的半熟芝士 之前在重新上学的时候就是经常吃 当时就是没有蛋糕的那种口感 更加绵密一点这个 就是入嘴激化的那种感觉 它甜味刚刚好不会太甜的那种 它们就是一些彩妆用品 然后一些生活用品 看 就这样子的一个粉粉蛋的一个身体乳 好自为的 嗯 好好闻啊 就这样子白色的乳液 它这个还蛮水润的 就是不是那种很油的扒在身上的那种感觉 不会很厚重 很适合夏天 不是那种很假很刺鼻的桃子味 是蛮清香的那种 蛮淡的 我喜欢这个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不是很厚重 不是很粘腻的身体乳 不然我就会感觉身体上好像 拔着一层东西的感觉还不舒服 它就是分米桃子香 不错不错 是这个 我是看它在那个身体乳的那个排行 应该是第一名 其实我之前涂身体乳的频率不是很高 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每次洗完澡都涂满 有一天摸自己的腿就感觉 哇好软啊 就感觉身体乳真的很有医药 包装的是很简洁的那种 应该是柚子味的吧 上面有洗 当不是发生过 这个比刚刚那个桃子更加水 就更加稀一点 我还以为它是那种很厚重的一个 很好推开 这个涂在手上其实柚子味已经蛮淡 它的质地真的就是更加的水润一点 很清爽 这两个我都挺喜欢的 真的超级多人买 我看它评价就将近有一万条了 所以果然是排行榜第一名 然后下面呢还买了一个这个牙刷 这个之前也是在小萌书上面很火吧 我记得 这个大头的这个牙刷 我之前在朋友家里有用过这个 这个就真的还蛮软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因为这个还真的蛮好用的买 我就想说买一个可以放在家里 就比如有时候什么有客人来啊什么的 就可以给他们用 我买了一个这个油泥加的化妆棉 我之前用的就是它那个二分之一的那个化妆棉嘛 比较薄嘛 就比较适合师傅的时候 帖妆啊什么 还是比较适合用这种稍微厚一点的 因为我之前用的都是Lily Bear的那个 然后我就想来试一下这款 四边都是包起来的 你看棉是更不容易乱跑一点 下面一个是这个大创的海棉 这个的话我之前是有用完过一袋的 它这个一包里面的话是有十个 然后它形状是这种五边形的 就很软特别软 就它很便宜嘛 你用一段时间扔掉什么的也不会心疼 像这种海棉的话会比美妆淡更加省粉底一点 所以它没有那么容易吸粉底 边边啊什么都是比较有棱角了 就是就小小的位置都可以涂到 然后再下面一个呢是这两个眼线笔 我买的是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红色的 两支是这种颜色的 是开make的 这个好像这种小时候弄过家家玩的笔啊 那是这种比较荧光一点的粉色 一个是偏深红色 涂出来这个红还是偏紫的那种感觉 但它还蛮好上色的 画出来还蛮顺化的 因为我是看它颜色比较可爱嘛 就卖了 之后的一些什么妆容啊 说不定可以用上 然后再下面的话就是两个我会购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SANA的眉笔 一个是这个KISS ME的睫毛膏 这个话就是我一直一直一直在用的 用了大概有十几款的睫毛膏 然后我一般用的都是浓密款 因为我感觉就是纤长嘛 你多刷多刷就纤长了 但浓密的话就是纤长款不一定能够做到 就是KISS ME睫毛膏死忠粉 一天下来睫毛基本上都还是翘着的那种 那就是SANA的眉笔 这个的话我上一支已经用完了 然后这次我买的是B2色 那就是最后一个东西了 是一个生活用品 这个是我之前看那个Raini有推荐过 就是在她的日本购物分享 在她上面一个浴室tour里面也有分享 厕所的消臭园 是一个这个东西 我当时下的这些单身水刚好在搬家 让我看到这个我就给她买了 她好像每次只要一滴就够了 也是小林制药的 我待会去试试看 她的味道还蛮清香的 她说让我打字幕的我给大家反馈一下她好不好用吧 好吧那现在就已经都分享完了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吃的一些东西吧 因为这些彩妆用品 还有一些什么生日体乳啊什么的 我还没有彻底的使用过 所以一个呢就是这个扎心芝士的饼干 喜欢就是咸甜咸甜的 然后很香 这个巧克力味的这个薄脆的饼干 这真的超好吃的 就喜欢巧克力的朋友一定要去尝一下这个 它就是很脆的巧克力麦片 Top1应该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红薯片 就是你吃完一整包都不会觉得腻的那种 但是牙口不太好 或者说戴牙套的朋友一定要谨慎尝试 对我以前初中戴牙套的时候 就是吃这种红薯片嘛 把我里面一个大牙的牙套给磕下来了 然后她这个桃子的碳酸饮料我也喜欢 然后其实在豌豆公主上面买这些东西还是蛮划算的 大家如果有被种草的呢 就可以去豌豆公主的PP上面看一下 像在6月12到6月18呢 有一个中夏盛典活动 就有很多优惠券可以领取 大家下来它的APP 然后在它搜索栏里面呢 搜索我的专属命令恰恰 就可以领取0到100元的随机力减金 这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那如果要在上面买东西的话呢 就一定要记得领取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呢 就真的要结束了 嗯 现在已经很饱了 感觉已经吃不下晚饭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